击打与槟城边界的距离河与阿易美拉河出现墨汁黑水 击打环境局早期怀疑污染源头来自槟城养猪场 但是槟州政府接手调查之后案件峰回路转 目前当局确定双西离武村的养猪场只是替罪羔羊 真正的罪魁祸首其实是附近的养鸭场 槟州行政议员法米再诺呼吁击打与槟州子民保持冷静 不要听到养猪场就仓促下定论 当局也确保水源污染情况受控 没有直接影响两地居民的水源安全 掌管农业技术 粮食安全及合作社发展事务的 槟州行政议员法米再诺 今天亲自参与槟州受医局 威省市政厅 槟州环境局等部门的联合检查行动 调查大队第一时间赶到最早被指责 召获的双西离武村养猪场 结果发现污染源头不是养猪场 而是毗零的养鸭场 发米再诺呼吁击打河滨城两地的居民 不必担忧也无需互相指责 更不要发表任何阴谋论 毕竟击打州环境局昨天的文告 也只是怀疑污染源头来自养猪场 并没有为案件定调 同行的槟城受医局总监塞拉巴努指出 这个养鸭场运作超过15年 饲养了10万只鸭子 但业主没有按照标准作业程序将污水排入排污池塘 而是直接注入沟渠 再流入阿易 美拉河 发米再诺指出 养猪场和养鸭场都是封闭式农场 但排污系统都有不完善之处 养猪场必须在3月10号前改善 而养鸭场则是被指示尽快纠正 但微省市政厅依然可以援引条规 开发两个养殖场 请不吝点赞 dran的 这本来我们一起去 пит